白天 从今天开始你别再烦我了 知道吗 你和婉清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事不出门 坏事穿千里啊 没想到 徐都半也会看这种八卦小报啊 我刚从沐家过来 从沐家得知 这些天 你对我来看这种八卦小报啊 对婉卿很是冷淡 婚礼的事 你都让她一个人操办 连礼服都不是 现在为了一个顾月霜 却闹出这么难看的丑闻 你对得起婉卿 对得起沐家世博在天之灵吗 徐光耀 我跟沐婉卿的事 轮得着你插嘴吗 我是她哥哥 我不准有人欺负她 所以呢 这么说 我得管你徐都半 叫一声大酒哥啊 你叫我什么不重要 我只是希望你能记得 你曾经说过的话 你说要为婉卿挡住所有的黑暗 为她争取一丝光明 不敢死 不敢输 怕她难过 你说过你要给她幸福 你做到了吗 眼而无息 徐光耀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沐婉卿这辈子最大的不幸 就是跟你们徐家沾上关系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们徐家 之前确实对不起婉卿 只是以前吗 慕之远在火车站遇刺 谁干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没有怀疑过吗 徐远在吗 好几天没见着了 我说过要守护她一辈子 我说到做到 守护一辈子当她哥哥对吗 你自己心里没有想过她吗 你现在不想她吗 我退出不是因为我不爱她 而是我尊重她的选择 但如果她看错了人 选择了一个混蛋 我也绝不会就此罢休 管得着吗 管得着吗 就算我是个混蛋 我不要她 她也会死皮赖脸地跟着我 她也不可能跟你走 还有 从今天开始你别再烦我了知道吗 你给我听着 你要真的是个混蛋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